以习近平18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会见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 习近平指出 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哥关系 我们愿同哥方一道 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新起点 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 双方要加强高层和各领域各层级交往 增进政治互信 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 加强产业对接 积极拓展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制造业 新能源 农业等合作 我们支持中国企业赴哥伦比亚投资 我们愿同哥方一道挖掘贸易潜力 培育新增长点 维护两国贸易良好发展势头 要密切文化 教育 旅游 地方等人文交流 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 中方对哥伦比亚国内和平进程 取得重大进展 感到高兴 桑托斯表示 我赞同习近平主席对哥中关系的评价 哥方愿同中方一道 巩固哥中两国友好关系 中国是哥伦比亚重要贸易伙伴 哥方希望同中方在基础设施 农业种植 农产品加工等领域扩大合作 哥方愿加强同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 期待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支持联合国对哥伦比亚国内和平进程 寄予帮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